政治话题来关心台北市市政顾问蔡碧如转贴了总统的论文争议 引爆了白绿战火 市长柯文哲更通批两岸关系三十年来最烂 让蔡总统回呛 两岸关系没有好坏的问题 只有来自于中国的压力 行政院长苏贞昌更是拿以顾总统金国先生的时代来做比对 让柯文哲更不满回呛 自我感觉良好 不要耍嘴皮 隔空交战 现在战火越演越烈 台湾跟大陆关系是目前三十年来最烂 依据两岸关系屏蔽 柯文哲引爆白绿战火 这个两岸关系没有什么好坏的问题 只有我们国家利益的问题 总统蔡英文亲上火线回击 行政院长苏贞昌更和柯文哲隔空交火 三十年前还是要往攻大陆 在蒋经国总统的时代还说三不 现在是完全不止三通 他真的这样回答 蒋经国是三十年前 我说最近三十年 我不是说最近五十年一百年 他真的这么自我感觉良好 那就没办法了 比以前糟 应该数字就可以大脸 就不要再耍嘴皮 这个人家不会认为再失言 人家认为你也差不多 还有北市市政顾问蔡壁炉转贴蔡英文论文争议 柯P要大家笑笑就好 曾是柯P幕僚现任总统府发言人林赫民批习日老板 当年面对MG149没有人能笑笑就好 历史是一面镜子 看到这样的言论 以为柯市长被盗账号 但柯P再批特定阵营带风向过度解读 汉府院高层 唇枪舌战 选举毕竟新兴之火都能燎原 介绍小林家荣 台湾到